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八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辨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主佑说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他特别强调说话干犯人子 就是说那些曾经不认他的人 因为不认他在言语上冒犯他的 还有机会得到赦免 不是说就一定不定罪 而是有可能得赦免 也没有论到那些起念杀他的人 我们通常看这句话 重点集中在后面那半句话 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马太福音12章23节还特别记载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 加上今生来世还有总是 更是耸动人心 但是许多人疏忽了 话说话这个词 因此有基督徒对于亵渎圣灵 往往有一种误解 有人不是说身体是圣灵的电吗 那么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 特别在华人的教会之中 因为有亵渎这两个字 往往是和信是有连接上的关系的 就有人说基督徒自读 就是守淫 那就是冒犯圣灵的电 就是亵渎圣灵 这种讲法曾经把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吓得不轻 因为年轻力壮 信誉比较强盛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很容易犯自读这种罪 如果守淫就今生来世不得赦免 会不会太严重一点 我先不讲哪个罪严重 哪个罪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自读还真不是亵渎圣灵的罪 也有解经家说 人对圣灵不敬 一直拒绝圣灵到死 才算是亵渎圣灵 只要还活着 还会担心这个问题的 就还不算是干犯圣灵 就不至于永不得赦免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 就不敢这么乐观 因为你看记载着主的话的 马太福音原文 是只要说句话 就可以得罪圣灵 那怎么解释呢 我们确实看过有人在之前诅咒神 包括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 但是有一天勃然回悟 却也受到圣灵感动 悔改归族的 好像光是说话诅咒 还不能够将人放到 亵渎圣灵的地步 那这又怎么说呢 请注意我下面要说的话 我相信没有别人这样解释清楚的 要亵渎圣灵 你必须要先有圣灵 许多异教徒因为信仰不同 很容易亵渎神 这样的人不管怎么做 怎么说 例如说你们的神 什么圣灵都是狗屁 即使这样说 也不会亵渎到圣灵 只有受过圣灵印记的基督徒 才可能因为说话而亵渎圣灵 希伯来书六章第四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的光照 尝过天恩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示全能的人 若是离的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悟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书 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吉梨 比被废弃尽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有圣灵内住的人 明白了神的道 本来应该要为神做见证 但是如果他或是说话 或是用行动来干犯圣灵的 这样的人就是 为圣灵做了相反的见证 这样就是亵渎了圣灵 配合希伯来书六章的那句话 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这样的人明明知道 却故意做假见证 抵挡圣灵 那这样的人 真是今生来世 总不得赦免了 连我们也不想为他们求情 就是这样 愿上帝保守我们 不要轻看基督和圣灵的恩典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